圣经吉甲,我们的使命,圣灵更新,活出圣经和伊荣神 评论标题《圣经这个字》的起源是什么? 看透于Chris G. Entity2024年7月2日 我们如何获得圣经这个字与圣经本身的历史息息相关? 这就是故事 第一点,圣经这个字的历史 圣经一词间接源自希腊文纸沙草 纸沙草被用来制作用来书写的羊皮纸,卷成卷轴 古埃及人使用纸沙草书写已有数千年历史 事实上英文单字paper,源自于单字piperus 但在希腊文中它被称为biblos 到西元前12世纪 斐尼基商人从埃及进口这些纸沙草芦苇 然后进行纸张和卷轴的贸易 他们使用的主要地中海港口是黎巴嫩的盖巴尔 圣经在《猎王纪》上五章十八节 诗篇八三章七节和以西节书二十七章九节都有提到 如今,该港口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猪败类 直辈尤 然而,由于纸沙草贸易 希腊人开始将这个港口称为 或者有些人认为恰恰相反 指这个词来自港口的名称 不管怎样,比布鲁斯以纸沙草纸制成的卷轴 和后来的书得名 这个项目的名称与地点相关联 就像今天我们说 香槟最初是法国的一个地区 或者科隆以德国的一座城市命名一样 第二点 这个字在希腊文中是如何演变的 来自比布鲁斯港这个字的意思是卷轴 而它的小写形式 Biblian则用来指一本小型装定书或小册字 这些的复数形式变成了Biblia 意思是书 这些字被用在希伯来圣经的希腊文翻译中 称为七十十一本 在《但以理书》九章二节中 我们看到《但以理默想书本》 在《圣经》中 《但以理将预言著作称为书》 《但以理书》九章二节 在《马加比义书》的早期犹太历史著作中 作者将希伯来圣经称为圣书 《马加比义书》十二章九节 在《新约圣经》中 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四十二节 二十二章二十九节 和《马可福音》十四章四十九节中提到圣经 保罗也在《罗马书》一章二节中提到了圣经 保罗写信给提摩太 请他带书籍 特别是《羊皮纸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三节 书籍翻译为Tobibia 第三点圣书 然后在犹太教和基督教语境中 Tobibia Tachogia被用来表示圣书及圣经 基督教对该术语的使用 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早期 圣克莱门特和克里索斯托姆使用的术语 在圣经本身中 我们找到了被称为圣经的旧约书籍 或《马加比义书》十二章九中的圣书 第四点 拉丁 希腊帝国被罗马帝国征服 罗马帝国采纳了许多思想 并改编了一些字词 希腊短语 Tobibia Tachogia 进入古拉丁语时为Biblia Sacra 意思是神圣的书籍 在古拉丁语中 Biblia是附属中性名词 但到了中世纪 拉丁语中Biblia的意思变成了单数音性名词 Biblia随后透过诺曼法语进入英语 诺曼法语采用了拉丁语作为圣经译词 圣经译词通常只出现在封面上 而不出现在文本本身中 但美国路德学者威廉F.贝克 William F. Buck 1904到66 在1963年出版的《今日语言的新约》中 使用了这个字 福音书中的圣经 而不是圣经译词 第五点 单数还是负数 因此 根据圣经译词的发展 它具有负数词的含义 后来被用作单数词 事实上 这是非常合适的 因为圣经是作为一本书印刷的 但它是一本选集 或一套长书和小书或小册子 第六点 圣经作为前缀 圣经译词的意思是书 可以在Biblio前缀中看到 该前缀源自希腊语Biblon的不同单字 在许多欧洲语言中 图书馆的本地词中 都可以看到该前缀 例如法语中的Bibliafk 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中的Biblioteka 德语中的Bibliafk 在英语中 藏书家是指热爱书籍的人 而参考书目是用作论文来源的书籍清单 甚至还有Bibliomancy这个词 来形容一种迷信的做法 即随机挑选一本书籍 随意打开它 以寻求问题的答案 藏书者是毁坏书籍的人 藏书者是偷书的人 圣经崇拜是对书籍的崇拜 隐喻的指对书籍的依赖 或对圣经字面解释的过度崇敬 甚至达到偶像崇拜的程度 第七点 圣经这个字的替代词 圣经译词或其某种形式已被多种语言采用 特别是在西方传教士引入圣经的国家 然而在许多语言中 尤其是非西欧语言中 不使用圣经这样的字眼 在许多语言中 圣经的当地对应词是翻译成英语的短语 The Holy Book 许多犹太人也使用塔纳赫 Tenok一词来指称圣经 而讲现代西伯来语的以色列基督徒经常使用一个短语 翻译成英语后称为圣约之书 Book of the Covenant 第八点 一个词 不同的内容 今天 基督徒和许多犹太人在英语中使用圣经这个词 这个字相当灵活 可能不是完全相同的一套书 东正教基督徒的圣经中的旧约书籍 比天主教基督徒的圣经中的书籍多 而天主教徒的圣经中的旧约书籍 也比新教基督徒的圣经中的书籍更多 当犹太人在他们的背景下谈论圣经时 根本不包括新约 即使在这些传统中 书籍的排序也可能有所不同 在东正教圣经中 一般书信位于保罗书信之前 但在天主教和东正教圣经中 保罗的书信位于其他使徒的书信之前 犹太圣经的书卷 与新教圣经旧约的书卷相同 但顺序不同 第九点 圣经作为一本权威书籍 无论人们如何看待圣经 在我们的社会中 圣经这个词 本身就具有作为一本权威或可靠的书的积极意义 如果你走进书店 你可以找到一本烹饪圣经或烘焙圣经 你可以找到自行车圣经摩托车圣经 骑车人圣经或水管工圣经等 书籍 如今圣经是世界上翻译最多 印刷最多 研究最多 发行最多和最具影响力的书籍 无论是印刷版还是线上版 评论完结 圣经吉甲 我们的使命 圣灵更新 活出圣经 和伊容神 影片完结 祝福大家